欢迎各位同学观看由我为大家讲解的 千锋UI设计课程体系解读系列视频 一动端界面设计品 做一个有工匠趣致的设计师从这里开始 首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千锋UI设计讲师Vivian 那么以往所带的学生呢 一般都亲切的称呼我为然界 那么大家也可以这样子去称呼 那么自打咱们这个千锋产品线成立以来 我就加入到这个教育团队当中 那么经历了整个团队 从刚开始的创立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辉煌阶段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元老级的讲师呢 自然也是逃离满天下 就是以往所带的这个同学们呢 也现在在全国各地 在一线做我们UI设计师的这个岗位 那么过多的自我介绍呢 我也不再多说 那么大家可以到咱们的官方网站当中 去看到咱们讲师团队的一个介绍 那里的介绍呢会更详细一些 好 那么咱们言归正传啊 说一下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课程 那么首先分成这五个部分 去给大家讲解 咱们移动端界面设计这个课程 那么首先是对课程的一个介绍 那么以及课程讲解的一个必要性 或者说它对于我们这个UI整个工作内容的一个 一个重要性哈 那么还有就是本阶段知识点的一个介绍 那么咱们移动端界面设计作为一个整的一个模块 那么细分下来的话 那么它会有很多细的一个知识点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概括性的说明介绍 那么还会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第四部分 就是授课的思路 那么这里呢会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一般上课的一个教学模式 那么在这里呢都会做到一个介绍 那么第五部分呢就会给大家去说一下 这个案例的一些展示 就是会为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以往学员的一些这个作品 好那现在的话 从第一部分开始给大家说起课程介绍 那么现在的话 课程名称刚才我已经提到过 课程名称是什么呀 也就是说是移动端界面设计 对不对 好那现在说到移动端界面设计 那么现在呢 也就是说很多同学可能不明白这个什么叫移动端界面设计 那么在我稍后会给大家去说 那么说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它是隶属于我们哪个阶段 那么咱们的这个移动端界面设计呢 它是属于我们UI课程体系当中第三阶段的课程 大家可以看到是属于第三阶段 好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刚刚说的 何为移动端界面呢 那么在这里 也就是说可能大家刚刚接触UI这个行业啊 或许已经有过工作经验的同学能够知道什么是移动端 什么是web端 那么像这些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过咱们专业学习的同学们来说呢 可能会比较陌生 那么在此呢 我简短的进行一下介绍 那么咱们的这个移动端界面 也就是说它是在我们手机上的一些这个软件的一些界面 因为称之为移动端 手机相对于我们电脑来说 它是这个更方便携带 对吧 好那这里的话 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启动图标 应该都不陌生 对不对 包括现在所有的这个人们不管大人小孩啊 是不是都会用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 那么不管是咱们iOS 就是说这块咱们的苹果手机 或者说是一些安卓手机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这个微信图标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启动 是不是都会在我们的桌面当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图标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也称之为icon 那么这样的一个启动icon呢 就是说先带大家认识一下 什么是移动端界面 先用这个比较大众化的一些软件来跟你说明一下 那么除了这个APP的话 是不是一个这个微信的话 是不是咱们这个APP当中特别特别 算是比较出名的一个了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大家还能想到什么呢 也就是说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支付宝 对不对 那么这个支付宝呢 也是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 那么无论是咱们的这个微信呢 还是支付宝 也就是说它在我们的这个手机里边 基本上都是必不可少的 并且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APP 是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 是属于这个APP 那么咱们的APP呢 就是咱们移动端的一些界面 好 那么简单的给大家这样子进行一个介绍啊 那么后边的这个案例当中呢 也会给你去拿一些这个图去 呃这个带你认识一下哈 应该都不陌生 好 那么来说一下咱们课程讲解的一个必要性 那么首先在这儿呢 给大家说一下工作岗位的划分哈 那么咱们的这个UI 到了这个公司当中 也就是说你的一个工作内容划分的话呢 可能会分成 如果是UI的话 咱们不算平面 咱们光算UI的话呢 这块呢 可能是网站 就是说咱们的web端 以及咱们的APP 就是咱们的移动端 这两大部分 大家看到了web端UI和移动端UI 那么这是工作岗位上的一个大的划分 那么也就是说很多初创型的公司呢 它可能还没有公司的官网 但是呢 会有公司代表性的一些APP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的各行各业都在出APP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移动端UI也是特别特别火 所以如果你不会移动端UI设计 那么或者说 不会移动端界面设计 那么你的工作的机会 相当于被砍去了绝大部分 那么所以刚才既然说了这个工作岗位的划分 那么咱们移动端UI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在此呢 我也不用说再去过多的强调 那么就是这么一句话 那是相当的重要 对吧 好 那么这里呢 对本阶段的一个知识点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咱们移动端界面设计这个阶段呢 我们会学习哪些东西呢 那么首先第一 ROS设计规范 那么现在说到ROS 可能有一些同学有点懵 那么这个ROS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手机是不是分成什么样 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苹果系统呢 这块呢 它就是ROS啊 苹果的话就是RS系统的 那么咱们这个ROS设计的一些规范 肯定会给大家去讲解 那么这个规范包含的东西就很多很多了 那么首先从界面开始说起的话 那么咱们的这个 首先界面的尺寸 是不是咱们现在如果说同学们 并没有接触到咱们UI这个行业 可能还不知道它的一个尺寸是多少 那么除了这个界面尺寸的话呢 也就是咱们内部的一些板块的尺寸 或者说一些间距 那么包括它的状态栏啊 导航栏以及主标签栏的一个高度啊 那么在这里呢 都是属于我们的设计规范当中的哈 那么这是ROS设计规范 那么咱们既然说要发布一个APP 或者要开发一个APP 那么它肯定不可能只在ROS上 这种情况一般比较少 所以说呢 它在安卓的系统当中也会去发布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同样也会去讲解到 安卓的一个设计规范 那么在这里呢 安卓的设计规范从界面尺寸 一直到它内部 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板块 包含状态栏 导航栏 以及主标签栏 它们的这个尺寸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除了这两个平台的一个规范呢 还会就是给大家去做一些界面的一些设计的带链 那么这个带链呢 就肯定会有讲师先去带着你去做 然后呢 同学们再自己去练习 那么在稍后的授课的这个思路里边 会给大家再去讲解 那么还有就是适配双平台的方法 那么刚才双平台也说到了 有ROS有安卓对不对 那么咱们一般设计的时候呢 可能说会设计成ROS尺寸的会进行两个平台的这个适配 那么咱们也会给大家去讲解这个适配的方法 好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呢 是不是大家都很了解很熟悉 这是我们微信当中两个人之间的聊天的一个页面 对不对 那么大家有没有能不能看得出来这是ROS系统的还是安卓系统的呀 那么也就是说从它的这个状态栏当中 或者说从这个微信的返回 大家是不是也能够发现一些 这是属于我们苹果手机当中ROS系统上的界面 那么再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 是不是同样也是两个人之间相互聊天 或者说相互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么这里边 其实下边呢 咱不过多的去看 因为这个呢 就是说这架号呢 没有点开 所以说呢 看不到一个这个区别 那么大家只看上半部分 也就是说在它的这个运营商时间这一块 是不是就不一样 也就是说咱们这边这个呢 就是咱们安卓系统的这个界面哈 那么包括这个返回的这个图标也是不一样的 包括联系人的名称所在的一个位置也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它的这个不同之处哈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不同的这个规范 不同的设计 那么会对大家进行这个不同的界面设计的一个带链 好 那么还有就是派的端界面的设计带链 那么这个派的端呢 也是咱们需要去掌握的一个平台哈 因为有很多这个APP呢 也会发布到这个派的端去 这个给到用户们去这个使用 那么这个派的端的一些设计的尺寸规范呢 也应该是大家需要掌握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也会对这个派的端的界面呢 进行相应的课程讲解 好 那么再往下的话呢 会说到了这个切图方法与标注方法 那么现在呢 如果说没有接触到UI的同学呢 可能会不理解什么叫切图 什么叫标注 或者说不明白为什么要切图 为什么要标注 那么这里呢 咱们会给大家这样说一下哈 作为我们UI设计师最终输出的这个设计图 它只能是一个设计稿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直接发布到这个 就是说平台上 或说我们的这个手机上 并不能去点击操作 并不能去做这些互动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应该要知道 有相应的这个程序员 比如说咱们的ROS和安卓的这个程序员 最终的这边呢 是需要他们使用代码 然后呢去给它实现 那么咱们这块呢 切图就会将一些代码 无法实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一些小图标 一些图片 或说一些底框 这样子 然后呢切成图片的方法 然后呢给到他们 这样的话呢 他们直接是用代码的这个 这个连接啊 这些方法呢进行一个处理 那么最终能实现 咱们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啊 那么标注这块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界面 那么就比如说当前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 这个数值啊 包括数字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小图标啊 那么它在界面当中的一个什么位置 比如说距离上下左右各是多少 那么在这里呢 你要给到一个 你要给到程序员一个具体的数值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出来的界面才能是规范的 规整的 好 那这是咱们的切图方法 与标注方法 好 那么这个项目期呢 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课程的一个 授课思路当中也会去讲解 就是在下面当中会给大家说到 这个项目期呢 就相当于咱们前面给同学们讲了 这么多一些理论的知识 那么同学们会分层这个小组 然后呢 去完成自己的小组项目 那么最终呢 会来模拟在公司里当中 就在公司当中一个小的团队 然后呢 就说接受到了这个任务 或者说有了产品需求之后 然后呢 从整个APP的一个圆形图的绘制 一直到高保证圆形图的这个落地 那么都是同学们这个项目期的这个内容 那么包括这一些界面呢 也都是同学们自己的这个 就是说都可以自己去设计 那么这个项目期呢 后面会有一些相应的作品 给到大家去观看 那么这里呢 就不过多的去说明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整体的一个授课思路 那么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点 实战式的一个授课模式 那么什么叫实战式呢 那么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咱们会有项目期 就是会让学生自己去 这个分成小组 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 去开发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还不算项目期 就是正常的授课模式 也是实战式的教学 那么就比如说 像刚才讲到的这些规范 这些尺寸 也就是说为了不让我们的课堂当中 显得更加的这个死板 或者说更加的这个 枯燥无畏 那么我们会将这些规范这些尺寸 去串联到咱们的案例当中 去给大家边说边做边讲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最终同学们接受的呢 也能是更直观一些 或者说更利于理解一些 那么这就是咱们实战式的一个授课模式 所有的这个知识点串到案例当中 去给同学们讲解 那么接下来其二呢 就是讲课和带练互为结合 那么如果只是讲识一味的去讲解 同学们不练 那么可能并不能掌握 就是说并不能特别清楚的掌握到 有没有学生有没有能够把这个技术点 给这个学会 那么所以呢 咱们这边的授课模式呢 一般就是讲诗先去带着讲一部分 并且带着去做一部分 那么会给同学们一定的时间 然后呢 自己再去练习 那么所以呢 一直都是讲课和带练 互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方法 那么每个模块授课完毕 学员会进行分组项目 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项目期 那么每个模块 咱们的这个移动端界面设计呢 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模块 如果这个模块的一些前期的知识点 全部讲解完毕之后呢 就是说同学们会进行分组项目 会进行这个三两个人进行一个小组 然后呢 去刚才也讲到了 去模拟公司当中 从刚开始的这个原型图绘制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 就是最终高保贞的一个原型输出 那么整个的一个过程 都是同学们自己去这个完成 包括我们的这个top图的一些绘制 那么这些呢 都是属于我们分组项目当中的一些内容 好 那么在这里呢 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咱们的这个案例哈 这些呢 都是同学们自己的这个分组项目当中的 这个真实的一些作品 那么拿到这儿呢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那么包括像现在这种 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就像微信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那个启动图标是一样的 包括同学们自己手机当中 下载的一些其他的这个apple 比如说 像一些女孩子可能会有美图秀秀啊 美颜相机啊 这些东西 淘宝啊 那么也就是说 你怎么去打开呢 会在桌面上会有一个启动图标 那么这些呢 都是同学们自己去绘制的 他们自己这个软件的一个启动图标 并且呢 无论是从配色 还是从这些 这个内部的一些图形结构上 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说明 那么我们最终的这个项目呢 也会进行项目答辩 也就是说 用自己的这个方式呢 把自己的项目完全讲解出来 好 那这个呢 给大家看到 这是这个三个启动图标 那么咱们再往下来看一下 一般启动图标进去之后呢 会有相应的引导页 那么这个引导页呢 并不是每一次打开都有的 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些经验 比如说你刚下载了一款软件 那么再或者说这一款软件呢 进行了更新 那么在这里呢 你再一次打开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引导页 就是去指引你一些新的功能 也就是说或者说一些特色的功能 那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三张 就是刚才我们那个美食 刚才那个 来看一下 刚才在这边呢 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 就是说相应的界面的一些这个设计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三张 就是我们的引导页 包括这里面所有的这些内容 这些场景 这些人物 以及风景 都是同学们拿着这个软件 自己一点一点去绘制的 完全是这个手绘出来的 好 那么再往下 大家看到的这四个页面呢 它是刚才这个美食秀当中的一些界面 一些这个 包括这个美食呢 它是属于一级页面 还有就是接下来的自助烧烤啊 优惠专区啊 新品上架 你都会发现这块有个返回 所以说呢 它并不是一级界面 而是二级界面 或者是三级界面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 因为它的 你从这个配色上 是不是也能发现 这是整体的一套项目 对不对 当然这只是我挑选出来的 几页 放在这上面 那么咱们在这里呢 同学们对于 所有的这个配色呀 以及整个的一个排版布局 还有所有的规范 都是相对来说 做的比较规整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给大家展示的咱们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同学们 分组项目之后 能够这个完成的一些作品 能够给大家看到的哈 那么在这里呢 过多的这个案例呢 我也不去做多的这个展示 也就是说 咱们的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就先暂时到了这里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还可以下面加入到咱们的这个QQ交流群 159532533 那么祝大家能工作顺心 学业有成 好 谢谢大家